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西藏,我是Coco 为什么进去的时候总是会叫呢? 看完了,别害羞哦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可能很多的男生都非常好奇,想要知道 而今天Coco就来跟大家说一说 为什么进去的时候总是会叫的几点原因 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起往下看一看 可能你看完下面的内容之后就会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了 第一就是生理反应 爱爱高峰的时候,身体会经历一系列的生理变化 如血液流向生殖器官的加速,心跳加速等等 这些变化可能就会引发自然的生云生了 那么阴道的干涉或者是阴道炎等等状况 也可能会导致在啪啪啪的行为中感到不是成而产生声音 第二就是情感的因素 啪啪啪行为是一种情感交流的方式 叫声可以表现这个人的感受 比如说喜悦满足或者是兴奋 也可能是痛苦 在强烈的情感状态之下呢 如兴奋或者是紧张 人们可能会无意识的去发出了声音了 第三呢就是心理的因素了 心理压力紧张或者是焦虑 可能在啪啪啪的行为中通过叫声来表达出来 缺乏爱爱经验的也可能会导致在 啪啪啪的行为当中无法自控的去发出声音了 以上几点呢就是 为什么在进去的时候 女人都会发出一些声音的一些反应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 再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咯 拜拜